陷入困境的波音737 MAX飛機的全球重飛將會推遲 因為新的軟件問題可能會導致機頭自動下降 收復這可能會導致飛機在兩次致命撞擊事件後的缺陷重返天空會推遲 波音公司表示正在努力改變軟件以符合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要求 印度尼西亞獅子航空公司的737 MAX在10月墜毀 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MAX在今年3月墜毀兩次意外總共有346人死亡 美國聯邦航空局表示當噴氣式飛機安全時他們將恢復飛向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將第14架MAX噴氣式飛機的預定返回推遲至9月 西南航空公司以及美國航空公司已發佈類似的聲明 承認這架飛機不會在航空公司希望的情況下儘快恢復飛向 波音公司 蘇斯蘭 北巡視 伊末 伊朗 V